妙龄少女离奇失踪 绝望的母亲全世界找寻 四年的时光一晃而过 千里之外的边境地带 一个18岁的女孩京县警局 她究竟经历了什么 时至今日警察还在忙碌于她的案件调查 漫长的失踪经历 女孩究竟去了哪里又遇到了什么人 心智不成熟 尚且依赖大人照顾的她 为何面对镜头含糊其次 不愿说出自己的处境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五月的频道 我是五月 最近看新闻 总是会看到这个牵动很多人神经的案件 虽然没有伤亡 但这个事情在人们心目中的分量 完全不亚于一桩命案 由于案件很新 但五月已经给大家尽力梳理 那就让我们开始吧 Alicia Mavaro出生于2004年9月20日 从小父母灵异的她 跟随母亲Jessica Nunez一起生活 母亲是个虔诚的信徒 她很快就发现 女儿的语言能力发育迟缓 表达能力也很差 而且表现出不愿意和人交往的倾向 看过医生之后 Alicia被诊断为孤独症 而她的病症被认为是高功能自闭症的一种 官方术语是ASD一级 高功能孤独症是指孤独症中智力大于等于70的孩子 因为症状相对较轻 数据显示很多孩子的早期症状会被忽视 因此耽误了尽早就诊和干预 而Alicia是幸运的 母亲Jessica一直尽心尽力地呵护着她 治疗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通常要父母额外地支持 针对病人的感知问题 社交挑战和情绪调节困难等一系列的问题 都需要家长付出很多 Alicia的问题主要出现在社交和感官方面 她还时常发生焦虑的症状 母亲说Alicia对吃的东西十分的挑剔 衣物也是如此 她只穿长袖运动衫 社交方面 Alicia并不是那种喜欢与人互动的人 虽然她有一群从学前教育时期就认识的小伙伴 但她在大多的时候都是独处 Alicia曾经在一篇描述自己的文章中 形容自己是文静 古怪 紧张 奇怪 内向的书呆子 但对于家人而言 她是善良和可爱的 Alicia的个性独一无二 所以只要她感觉舒适 母亲就不会多加干预 大约11岁的时候 她开始对社交媒体和在线游戏产生了浓厚兴趣 母亲明显地感觉到 在游戏的世界中 她看起来更加的自信 她尤其喜欢玩Roblox和Minecraft等多人在线游戏 还主动在Discord上与刚结实的网友交谈 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Alicia和她的母亲Jessica非常的亲密 二人唯一的争论就是 女儿在线时间很长 而且没有戒备心 有些常识的人都应该了解 在线向陌生人提供个人的信息非常的危险 这也是许多家长一而再再而三地与自己的孩子讨论的问题 但对于像Alicia这样一直需要社交挑战的人来说 母亲也理解向她解释相关风险是一件有难度的事情 事情发生之前 母亲曾经发现过两起事件 第一起是关于Alicia向陌生人在线分享个人信息 Jessica发现之后 她非常认真地与女儿进行了严肃的讨论 试图帮助她更好地理解相关的风险 另一次Jessica则发现 有一个成年男子一直在给Alicia发送消息 这些消息非常令人不安 比如说询问她是否喜欢毛绒玩具 然后还对Alicia说 如果她没有的话 她可以当她的玩具等 这种可恶而且令人发誓的不当言论 背后很有可能隐藏着不可告人的动机 对于母亲Jessica来说 这绝对是令人担心的事情 所以她报了警 但由于这名男子所做的事情并不违法 警察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备个案 Jessica只能持续给女儿解释 确保女儿Alicia知道并理解 如何在网上保持安全 但不管之前发生过什么 Jessica作为母亲 也没有真正意识到 网络世界有多么的危险 随着时间的流逝 女儿逐渐长大 一向独来独往的Alicia 在穿着上面有了些许的变化 过去的女儿每天早上起床 便穿着长袖长裤运动衫去学校 从不在乎自己的外貌 或者是任何其他的方面 但上了高中之后 女儿的身上发生了一些变化 Alicia开始要求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 比如化妆品和香水 妈妈对此有一点措手不及 但她认为Alicia长大了 懂得自己是一个女人 并且在尝试适应这一切 所以她满足了女儿的要求 Alicia还要了一本非常昂贵的漫画书 这里有一点奇怪 因为她以前从不喜欢这些东西 或许她找到了一个新的朋友圈子 正在尝试融入其中 当女儿要求母亲为她买一件路背衫时 这位母亲拒绝了 因为她觉得这样并不合适 之后的Alicia开始对摇滚音乐表现出兴趣 而以前她可是一个流行乐的爱好者 尽管发生了这些变化 母亲认为Alicia应该在学校里过得不错 之前因为疾病的关系 Alicia曾经转过几次学 但现在尽管发生了这些变化 母亲则认为Alicia应该是在学校过得不错 很明显她找到了自己的道路 发现了新的兴趣 女儿的学习成绩也不算太糟糕 看起来她一直在尝试扩大交往范围 有一天她甚至要求与两位年长的高中男孩 一起去购物中心玩耍 对此母亲欣然同意 然而在2019年9月13日星期五这一天 Alicia一早起床告诉母亲 她的焦虑症又犯了 母亲Jessica决定让她休息一天 她是长期带着女儿去所有约诊和治疗的人 所以懂得如何帮助女儿保持心理健康 这一天Alicia一直待在自己的房间里 接下来就是星期六 母女俩一起做了美容 参观了一家巧克力工厂 还一起吃了麦当劳 母亲的生活向来都是围绕着女儿 一切都很正常 但是那天晚上 母亲Jessica回忆说 听到女儿房间里传来阵阵的欢笑声 凌晨一点左右 女儿还没有上床睡觉 在楼下Jessica一直等着Alicia的继父 下晚搬回家 她还发现女儿到厨房拿了杯水喝 女儿还问她为什么还不休息 Alicia则告诉她在等待继父下班 女儿说这么晚了一直开着灯 很会影响她的心情 继父Ewan在凌晨两点左右回家 此时的Jessica已经上楼去睡觉了 Ewan则在楼下的沙发上睡着了 Jessica是在早上七点左右起床的 她下楼为家人做早餐时 发现后门略微开着 起初她还以为可能是丈夫Ewan 半夜回来没有关好门 房子里并没有任何异常之处 有的人家偶尔忘记锁门 这也是正常情况 但Ewan说她没有这么做 于是Jessica冲到Alicia的房间去看女儿 果然她不在那里 她整个早前间买了 你看 there like her her shoe prints were going towards this direction that's why I know she jumped from here and there is a shovel accumulating like that these bricks were over here more we you know it cleaned up it's been a year but she jumped through here and I believe she used this you know she jumped like this oh sorry to the other side um because that's where the footprints were going towards there um unfortunately there's gravel on the other side so it's hard to know what direction she went because it's rocks there is no there is no um prints from there you know to see if she went that way or this way but that's her room here's a more clear picture there 显然alicia是主动离家出走的她是一个喜欢宅在家里的女孩 这件事情有一点匪夷所思她一直在接受医生的行为辅导 目的就是帮助她克服离开家的焦虑这些症状最近才刚刚有所好转 她不会离家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她经常对离开家这件事情感到焦虑 而alicia也非常注重日常作息的规律她要求事情按照非常规律的方式进行 从不偏离计划报警之后家人们很快意识到alicia带走了她的苹果手机电脑和手机 但她似乎忘记带上了充电器因为她本身的衣物就很少 所以母亲说她只带走了一件白色的运动衫一条牛仔连衣裙 黑色的运动鞋和一个带有金属耳朵的黑色背包 她还带走了那本漫画书和一些箱体喷雾和化妆品 警察开始帮助搜索 他们经常要处理失踪的青少年问题 根据所有的线索 警方假设她像其他的青少年一样离家出走了 母亲Jessica在她的房间里发现了一封留下的便条 上面写着我离家出走了 我发誓我会回来的 对不起 alicia 母亲说便条的手写非常的潦草 而alicia有强迫症 她一向都写很漂亮的字 然而Jessica还是毫不怀疑这是alicia的手记 她认为女儿是在匆忙中写下这封信的 alicia消失的第二天 9月16日 Jessica恳求执法部门发布失踪报告 alicia的失踪并不符合安博警报的条件 因为没有迹象表明她是有被绑架 但警方表示 银色警报适用于年龄在65岁以上 或者患有发展障碍的人 根据alicia有自闭症的诊断 她是符合条件的 所以就在同一天 执法部门发布了银色警报 母亲Jessica非常的担心 警察接受的同时 她也开启了对女儿下落的调查 在失踪的头几天里 有人传言说 有人看到alicia出现在一个公园附近 该公园距离她家只有大约一英里半 但当Jessica去公园时 她并没有见到女儿的身影 遗憾的是 那里也没有安全摄像头 但有人坚持说 他们在那个地方看到了alicia 还说她和一个肤色较深的男人走在一起 alicia的15岁生日是在9月20日 15岁在拉丁裔社区通常是一件大事 家长会为了孩子举办成年礼 或者是办一个大型的派对 仪式庆祝 但是由于alicia的个性使然 她说不想要引起别人的注意 所以全家只是计划出去吃顿牛排 但是9月20日这天 母亲并没有等来女儿的回归 她只是在当地的公园里 与帮助寻找alicia的陌生人一起庆祝 母亲的心碎无人能够理解 随着日子一天天的过去 绝望变成了恐惧 在Jessica的心中 女儿被引诱离开家的感觉越来越强烈 一定是她在网络上认识了什么人 这位母亲也没有放弃寻找 她每天晚上都出去寻找alicia 她眼中看到的东西是绝对令人震惊的 街上遍布着明显服用了违禁品的人 还有未成年的展节女 这些只会让Jessica更担心 alicia失踪不久 联邦调查局便介入了调查 由于出走时候 她带走了电脑和手机 调查起来比较困难 不过探员通过技术 读取了alicia的社交媒体账户 自从她失踪的那天开始 她便没有更新过内容 不过她过去的活动轨迹 引起了探员们的注意 在失踪的前几天 alicia曾经给一个男性网友发过信息 20岁的克拉克表示 两人在网上交流已经有一段时间 alicia对克拉克说 自己交了新的男朋友 警方不知道该不该相信这个克拉克 所以对她的电子设备通通进行了调查 他们总共花了18个小时 试图帮助找到alicia有关的任何信息 但是却一无所获 而令探员们意外的是 一位曾经陪同alicia逛购物中心的男生 告诉探员 她知道alicia有一部预付费的手机 就连母亲Jessica都不知道付费手机的存在 她很怀疑 女儿是从哪里得到的这部手机 因为她从来不独自走出家门半步 另有其他的朋友也表示 alicia曾经告诉他们她要离家出走 所以案子既不是绑架 也不是其他的暴力事件 执法部门基本上也是无能为力 然而Jessica寻找女儿的积极行动并没有停止 她还热心地投入到终结人口贩卖的事业当中 大约在2020年的3月 也就是alicia失踪的6个月后 一个名叫Trent Stanley的私人侦探 介入了这个案件 Trent与反劣势者项目一起工作 这是一个非盈利组织 致力于终结人口贩卖 该组织表示 他们认为在人们生命中最黑暗的时刻 不应该再付费寻求帮助 所以他们提供免费服务 现实生活中 有许多的家庭花费了成千上万的美元 雇用私人侦探来寻找他们的亲人 alicia失踪的情况 似乎比大多数的案件更具挑战性 这意味着那些为此付出时间和服务的人 更是有颗金子般的心 警方帮助设置了一些寻人的告示牌 还在加油站泵的小屏幕上 播放了alicia的信息 这个操作遍布美国各地 alicia的家人通过捐款 筹集了不少的资金 他们就放置了尽可能多的广告牌 亚利桑那是与墨西哥接壤的边界中 所以母亲Jessica 甚至在墨西哥投放了广告牌 因为她相信 alicia可能被拐去了那里 事实上 只要是可以帮助她找到女儿的事情 她就去做 但不幸的是 alicia依然音讯全无 时间在悄悄地流逝 但Jessica从未放弃希望 公众也没有放弃 四年的时间 说长不长 说短也不短 大多数的人都已经忘记 曾经新闻里播报过的那个失踪女孩 执法部门也保持沉默 因为没有什么线索可以公之于众 但在今年的7月23日 alicia失踪将近四年后 关于这个案子的一条爆炸性的消息 更新了整个案件 令所有人感到震惊 警方宣布 alicia还活着并已经被警方找到 不仅如此 她看起来生理上完全健康 执法部门为此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警方称alicia在7月23日主动现身在警察局门口 18岁的她要求警方将自己的名字 从失踪名单上移除 她要申请驾照和其他的证件 这个警察局位于加拿大边境 大约40公里的蒙大拿州 根据警方的披露 她最初出现在警察局 已经每次后续出现时 都是独自一人 当警方被问及整个事件是否是一个离家出走事件时 他们的回答比较含糊 表示根据alicia的陈述 似乎起初是离家出走 但所有的可能性都不能排除 这也让人们开始怀疑 alicia是否有可能遭遇了非法拘禁 警方表示 alicia没有面临任何的指控 他们还在新闻发布会后 发布了一张alicia的照片和两段视频 警方表示 目前alicia的母亲已经得知女儿平安的消息 alicia似乎她想要留在那里 这当然由她自己决定 警方还表示 他们将尽一切可能帮助她确保她处于最佳的状态 因为她和她的家人都已经经历了很多情感上的压力 对于家庭团聚出于隐私的保护 警方表示不便透露更多的细节 但不久后 母亲Jessica在自己的Facebook上发表了一段视频声明 母亲由衷地感谢了四年来帮助过她的人们 喜悦之情易于言表 亚利桑那警方表示 迄今为止 虽然任何迹象都表明alicia是自愿离家 但这个决定背后的动机 显然是警方正在调查的事情之一 虽然目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 任何人面临任何形式的指控 但这个案件扑朔迷离 有太多的疑团需要解开 接下来 五月就给大家介绍一些民间关于这件事情的说法 有住在蒙大拿州的邻居表示 Alicia近一年来一直居住在一个郊区的房子里 前不久有人看到警察出现在那所房子里 还从里面带走了一名中年男子 据称这名留着路塞胡的男子 名字叫做Eddie 从警方的发布会来看 没有人因为Alicia的案件被指控 所以这个说法并不官方 知情人士透露 Eddie和Alicia被发现后就搬出了之前的住所 有纽约邮报报道称 有人看到两人正在Eddie父母蒙大拿州的 印第安保护区的房子里卸货 所以猜测他们可能暂时住在那里 居住在保留区的居民 似乎对Alicia和Eddie这两个人的到来感到不满 一些保留地成员向媒体透露了一些 发生在他们保留地上的问题 药物和酒精滥用已经非常严重 此外还发生了很多的犯罪行为 他们表示当地迫切地需要加强执法 但缺少经费和支持 从这里我们也看得出 土著印第安人仍然热爱自己的家园 另外当地有一个叫做 失踪和被杀印第安妇女的组织 据称该组织内有一群热心的男人 非常希望与Alicia谈一谈 他们怀疑他受到了虐待 随着最近更多关于Eddie的信息被公开 他们更担心因为允许Eddie的居住 而成为全国的头条新闻 大胡子男Eddie曾经是一位 沃尔玛的夜班上货员 两年前因为与其他两名员工发生争执而被解雇 曾经有一位同事邀请Eddie去酒吧时 邀请她带上女朋友 但Eddie解释说 这女孩很年轻 其实是她的侄女 住在附近的一位居民说 在Alicia去警局的前几天 她还看到Alicia在当地的邮局附近寻找Eddie 并称Eddie是她的叔叔 她表示自己与叔叔走丢了 正在寻找第六大街 所以明眼人都能看得出这两个年龄相差一辈的人 并不是什么殊职关系 他们可能只是试图对别人保密他们之间的关系 Alicia的失踪一直令人难以置信 目前依然是迷雾重重 当年14岁的她是被引诱走的吗 她选择离开的时候给母亲留下的字条 本来是进化回来的 那之后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让她安定在距离自己家乡亚利桑那州 1400多英里的地方 为什么她现在又决定走进警察局呢 她当年是如何到达这个遥远的边境小镇 她离开家后 为什么又一直没有使用社交媒体呢 从每天都使用社交媒体到完全不上网 凭借她的一己之力很难做到吧 然而最夸张的是 她目前仍然与这个大自己一辈年龄的家伙住在一起 对于这些复杂的情况 五月目前也是脑子短路 没办法还是想给大家捋一下 Alicia曾经自愿出走 当年也许是出于对爱情的向往 又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原因 但现在她已经成年 她正在开始作为成年人独立的生活 所以她需要申请驾驶执照 或许是想要身份证明之类的 以便继续与这个男人一起生活 但她为何不与家人联系 是不是受到了这位年长男子的影响 或者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之类的 一个14岁的女孩和一个32岁的男人 四年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总之这个事情太过的诡异 或者也许对于智商只有70的Alicia来说 Eddie就是她最好的归宿 五月也想听听大家的看法 好了 今天的安全故事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是五月 讲述人世间真实的故事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别忘记点赞订阅留言哦 再次感谢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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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